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来看驱逐罗伦对上波兰人 这场比赛是军阀山的主赛事 军阀山主赛事也来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 已经来到了16强 驱逐罗伦对上波兰人 这把比赛是比较经典的反制比赛 驱逐罗伦拥有最多的主动权 波兰人是一个马国文明 所以很容易被驱逐罗伦的骆驼增伤效果给压着打 驱逐罗伦他还可以打散毕马 骆驼还有大象工兵 都是后期的大主力 前期来说还有驯服的动物 可以放到魔方里面 可以慢慢产生肉 所以这边开局 即使魔仿没有办法放在果树丛旁边 还是会找到地方先下一个 让自己慢慢产生肉来 这算是驱逐罗伦前期的一个很大的强力加成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右上角出生点位 两点钟方向蓝色 波兰人是道特 那波兰人他的大庄园 现在造价变成100木头了 而且一样可以提供5个人口的房子 那大庄园旁边撒下农田之后 可以立即收成8%的食物量 非常可观 经济资源非常的恶心 有点可怕 后期的肉量算是游戏之最 那波兰人呢 基本上是全能型的文明 步兵、弓兵、奇兵都是能用的 后期还有火炮大冲车 准备玩起来是相当舒服 那波兰人他的前期还是要稍微微轻缩一点 因为他的大庄园优势要到城堡时代终后期 还有点一下贵族特拳之后 才会越比较更有优势一点 前期是处于一个很容易暴斜的状态 盡量打個防守反擊會比較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升到封建時代 那這邊兩邊都是偷織布嗎 對兩邊都偷織布 那通常偷織布的話 會建議一升到封建時代 馬上補織布技術 或是按個一兩村之後 就要馬上補織布了 不然就可能會被偷 那道德這邊呢 是來到了 偷了一隻村民 第二隻第三個要補織布嗎 第三村也沒有 現在沒有要出去 那前期為什麼不按織布技術 是因為這張地圖 不像經濟場或是藏身之處 結果這隻村民出來被抓到 剛剛講完就被制裁了 到這波抓得很漂亮 好那這邊損失了一村 村民出去的話 還是要記得按織布 現在道德沒有要出門的關係 所以現在織布技術還沒有要點 前期偷織布 一直偷一直爽 OK這邊點織布技術 要出門了 那道德這邊有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的大莊園 直接在旁邊這裡 TC旁邊補下大莊園 這樣就可以獲得立即8%的食物肉量來源 但是雖然沒有辦法全部灑滿 但至少有這個六片田 都可以吃到這個加成 算是相當不錯的地點 好這邊司機再補下一個 準備要靠買賣流上層嗎 冤黃金還沒有挖 這裡按了非常多的槍兵 三隻槍兵 但是對方的駱駝 加上這個刺頭的關係 道德這邊按馬 也有可能很難按得贏 所以這邊看到這麼多的刺頭數量 槍兵可能要一直按了 按到五隻如何呢 四隻有點吃力 好 又被擊掃到了一隻 好 三隻肉麻往後囉 好 那波蘭人是挖石頭 可以慢慢產生黃金的文明 所以可以看到黃金這邊慢慢跳 好 這邊食物差一點點 要不要收個食物呢 OK 收掉食物 來準備升到城堡時代 這邊道德時代上 已經稍微有點領先 好 駱駝刺猴 頸椎在後 好 牆兵過來 能夠統鬥嗎 好像有點困難 點下了瓶種 瓶種點的算蠻早的 難道是要打快攻嗎 但這邊打騎兵快攻 優勢真的不大 到了城堡時代的Balance 直接按駱駝 就可以把對方道德 按在家裡打 Balance這邊反而是 先按了幾隻工兵 可能想要試探一下 到底道德是要走哪個路線 那如果Balance這邊走工兵的話 就是想要反制 對方的槍兵路線 跟這個戰錘兵路線 遠破爛人 能反制驅逐如人的駱駝 就只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工兵 一個是槍兵跟戰錘兵 這樣是三個 但是你說反制也不知道反制 畢竟工兵跟工兵互打 就是互相傷害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死掉了一隻村民 但是還是順利的把TC蓋好 槍兵全部整死掉 Balance這邊轉工兵的好處 就是可以防止這些槍兵繼續成形 如果對方爆馬的話 自己就可以打工兵配駱駝 這是個全黃金組合 那DOT這邊就會稍微有點危險了 原正面騎士不能去抓掉工兵的話 那工兵一旦承襲 後期就會很難受 但還好驅逐如人後期的工兵不太行 雖然有三級射 但後期真的要用工兵單位的時候 都是直接使用這個 這個叫什麼 火槍啊 看一下有沒有火槍 有火槍 對 都是用火槍 因為他沒有強弩 不然就是用大象弓兵為主 不然環樂投擲手也是一個想法 但是環樂投擲手遇到騎士 尤其是高防禦的單位的時候 會顯得非常無力 所以環樂投擲手在實戰中 現在是越來越少人使用了 最好還是要靠這個閃避嘛 跟這個駱駝做為主力 大象弓兵也是 好那DOT這邊直接無情3TC開龍 那這邊沒意外的話 會可能直接開個4TC繼續的 這個階段來說 DOT只要出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投擲車或奴炮 這坨奴兵就可以稍微夾住 而且後方也有僧侶 要招供對方駱駝 也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820這邊已經開始在爆駱駝囉 這個投擲車可能要補個血量 稍微補一下 好把對手給逼退 好現在城堡 待會要蓋哪呢 蓋裡面還是蓋外面呢 好三隻生侶守在這個窄口 後面補下了大莊園 這個房子清除掉 補了一個城堡 這裡工兵上前躲掉 好大家看到城堡在蓋囉 拉了一些單位往右走 這裡要全軍從右邊進攻 投擲車打一發 閃過 肉麻看到有機會後面抓 但是兩隻生侶開始招翔 應該可以招翔到兩隻駱駝 兩隻駱駝全部被招翔掉 好這樣子的話 取滯羅倫就有點難打了 但工兵在右邊沒有辦法來幫忙打槍兵 駱駝也沒辦法打 好這邊高打滴 先升駱駝 駝駝兩次激活擊殺一次 投擲車砸到一發 OK 道德這邊還是成功守住了 城堡即將蓋好 那這一波打完之後 巴蘭斯應該不會再繼續進攻了 再繼續進攻的話 就要轉攻城戰項了 直接守師城堡 但進攻成本實在是太大 還是我們回弄打地獲 如果現在這邊直接進攻的話 要是被道德守下來 那基本上巴蘭斯就沒有後期可以打 畢竟現在村民宿有差距這麼多 71對92 拖蘭人開農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文明 好後面補下了三個馬咎 五個馬咎 貴族特權也點下了 這邊有打算城堡實在就爆起兵嗎 但是還是退款 先退款先升帝王 待會再來補貴族特權呢 OK 帝王還是先選擇升級上去 待會手推車跟二級伐木要記得點 這個二級伐木沒有點 金金會很尷尬 這個肉不太夠 好 這裡繼續農 後面又補下了更多的馬咎 以及挖石 二級伐木呢 道特 道特 你的二級伐木要記得按啊 好 再次補下貴族特權 好 村民稍微過來 想要挖石頭 好 直接先補一個手推車 那上去之後 波蘭還要記得點這個三級農 三級農 這個肉類獲得速度會更快 其他文明來說 三級農可能不是那麼重要的科技 但是以波蘭人來說 三級農是特別重要啊 好 這裡補下了跟蹤技術 增加一下騎兵的跑速 馬凱一級也提升了上去 我跟馬修準備來爆騎士了 OK 升到城堡時代 這邊先點下一個重裝騎士如何 增兵技術 走騎兵線 巴蘭斯這邊應該是會很開心 哎呀 走騎兵的話我就好辦多了 駱駝增傷 絕對是把重裝騎士 按在地上打的 好 到時候這邊騎士拉過來 這一波騎士雖然夠多 可以反制回去 重裝騎士也要升級好 後面兩隻僧侶遭翔 但騎士直接往後 等最後兩隻重裝騎士 還是被遭翔掉了 後方過來支援的駱駝 想要夾殺這些波蘭騎兵 波蘭騎兵全部倒殺 但這根城堡也是爭取到了夠多的時間 順利蓋好 後面再補了一個大學 右邊這裡有一波小打鬥 重裝騎士直接往前 直接吃掉正面的駱駝 因為這邊駱駝還在城堡時代 並沒有還有帝王時代 有帝王時代才有重裝駱駝 偷裝車一出來換掉了道特的投資車 投資車在後續反擊了回去 道特這一波成功守住 但上方這邊大量駱駝 暫時有點尷尬 波蘭騎兵一上電用式戰 馬上點下了沙蒂利 沙蒂利補完 馬上點下重裝駱駝 升級算是正常的 打二級馬凱還沒有補 這邊騎士正面迎戰 看起來騎士是要送掉了 上方騎士也是跟駱駝褲打 但駱駝這邊高打低 重裝駱駝還沒有升級好 所以道特這邊非常想要求一戰 希望你趕快跟我對打 但是駱駝依舊還是有高地增傷效果 即使不是重裝駱駝 還是可以把波蘭的騎兵按在地上打 這就是我們開頭說的波蘭 可以說是被波蘭 被這個缺者洛人按在地上打的文明了 有點難受 現在波蘭要打贏 只能以數量取勝 好 重裝駱駝也升級好了 好 稍微反擊一下 現在波蘭三級攻也要趕快點 趕快轉強奴 好 先轉強奴三級射 有奴兵的話 射這些駱駝就會輕鬆一些了 好 但奴兵現在要成行 還需要一段時間 先暫時用城堡加重裝騎士夾住一下 並且駱駝還是比較怕射的 好 上方的騎士往上走 應該就可以看到這個城鎮中心喔 波蘭斯這邊城鎮中心一直在脫開 兩邊的經濟都順利來到了145人口 波蘭人到達點下了三級射 拇指環 哇 科技升得非常快啊 但世界場卻只有一個或兩個 怎麼怎麼辦呢 剛剛沒有編隊起來 終於開始大量生產 好 強奴也補下 三級射也有了 化學 看一下有沒有 化學還沒有點 好 先補了一個三級攻 前期打的是非常非常濃 三級農田終於補下 但是二級伐木呢 農田記得 伐木卻忘了 這樣是不是有點危險呢 但是波蘭人的資源量還是領先 這個是遙遙領先啊 這樣贏了大概6300左右 6300大概6700才對 6300 好 那波蘭人經濟非常優秀 好 波蘭斯這邊有什麼策略呢 這邊弓兵也成型 強奴還差一個化學 待會還可以用火炮 壓制驅者羅倫 好 那驅者羅倫 他的火炮是也有的 所以待會 如果後來打陣地戰 驅者羅倫也不會太過於劣勢 好 現在我強奴在的關係 駱駝不太敢大力 好 但數量上還沒有辦法一隻一隻駱駝 看這命開打 重裝騎士稍微往回啦 但是直接被驅者羅倫的駱駝給打到蒸發了 大量重裝騎士在這一刻直接死去 重裝騎士完全躺不住這邊的駱駝大軍 但是駱駝還是比較兇猛 好 後方駱駝也是過來 但是驅者羅倫 砍重裝騎士 只要五刀就可以砍死一隻 怎麼辦 突然人受不了 轉出戰錘兵 戰錘加強弩 這就是打駱駝的標配組合 好 這邊蓋寶 順利蓋起來 兩根寶 斜防一下 巨型頭司機也在蓄事待發 但是駱駝已經從後方深入進來了 戰錘兵趕快過來拯救一下世界 好 右邊的駱駝再次嘗試夾擊 收掉了大量重裝騎士 道德這邊點下了 知盈瑞戰垂冰 好 駱駝還是坦的這些傷害 順利即殺掉了幾隻村民 正面部分閃兵馬也登場 閃兵馬一出來 直接拆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但在他將壞並不是很賺 後方強弩繼續嘗試反擊 戰錘兵開始慢慢補了過來 正面上來說 道德可能還是比較強勢 但是巴拉斯這一波的騎兵衝鋒之後 讓道德獲得了非常多的軍事得分 好 巨型頭司機還有一台 現在第二波又來了 閃兵馬這一次目標還是巨型頭司機 看起來是巨型頭司機直接被擊火 後方強弩趕快反擊 好 用了一大堆的閃兵馬 最後還是有成功擊殺掉了火炮 巴拉斯這裡現在是要去趕快轉出自己的戰毛兵 或者是火炮才行 現在只靠奴兵的話 是完全打不贏強弩的等級 好 戰錘兵也是有點難受 轉火槍的話 雖然戰錘兵能處理 後排的強弩解決不了 那目前巴拉斯這邊的想法 是用火槍擋前排 後排就用閃兵馬來處理 那這個路線確實也蠻適合打 用驅者羅倫來防守的 好 當然這邊看起來 看起來升級是有點慢了 到這邊村民處來到135村 但是巴拉斯還有150村左右 經濟沒有受到太多的干擾 好 下方的戰錘兵 繼續擋住正面 強弩再次彈起來 想要射穿正面 盜特這邊居然還來蓋堡 太狠了 但是閃兵馬後面也是在四處燒了 又是一個多線 盜特被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一波盜特死傷慘重 但驅者羅倫 並沒有損失太多的村民 這一波盜特一定要以牙還牙 以炎還炎 趕快造火炮跟巨型投資機 趕快督根了 結果 巴拉斯這一波怎麼送了一台巨頭呢 這個集結點沒有射好 好 家裡使用戰錘兵 稍微慢慢夾住了 這邊的駱駝跟閃兵馬的騷擾 好 這裡又繼續補了一根 瘋狂連環寶 直接升差巴拉斯這邊的基地 這個城鎮中心也被手撕掉 好 帝王死在補殺之後 彈到水月補了 經濟也慢慢開始來到了極限 但是巴拉斯這邊黃金花的有點兇 現在只能產肉嘛 好 但破爛這邊經濟還算不錯 但又有一波閃兵馬衝了進來 從中間 大巴拉斯在裡面也補了一根城堡 好 下方火炮來解一下 巨型投司機 這個巨型投司機能解掉非常關鍵 家裡的問題沒有打算要收村 直接拉戰錘兵過來反擊一下 好 上方的黃金又被洛馬騷擾 這個金狂一直被搞啊 好 上方戰錘兵再次擋住 正面的戰錘也收拾掉了 剛剛的駱駝跟閃兵馬 這在巴拉斯家裡一團亂 看起來在進攻的還是DOT 巴拉斯這邊家裡經濟受到嚴重打擊 家裡一死守可能就要出事了 好 這裡按了幾隻還人頭之手 好 這裡要拉村過來 秀一下火炮嗎 好 強弩 又開始往左側進攻 現在巴拉斯一直往左側走 但還沒有放棄 中間這塊地區甚至快要拿下 這個戰錘兵直接往裡面走 收掉了一台巨型托斯機 右下方的城堡也被奪先進攻 右邊拉了三隻村民手撕巨頭 現在騎士稍微可以出門了 這拖強弩直接抓在巴拉斯的出兵點 一出來就可能被強弩給射倒 這個強弩點炸得非常漂亮 出身點才對 不是強弩點 好 這裡直接要戰錘兵手撕城堡 城堡帶一下下就被拆掉 但是居然又被夾起來了 好 巨型托斯機繼續進攻 馬拉斯經濟也來到了極限 黃金只剩下五個人在開採 但是食物量還是穩定在三十片田 那正常來說 這邊應該來到五十片田左右會比較穩定 那到達這邊的肉量其實也不是很多 村民處甚至只剩下九十二村 把所有的人口都化為軍力 而不是開農 這個蠻特別的 這個用大量兵力想要淹死對手 看來是上次 我們 這邊閃兵馬又過來 閃兵馬再次過來 強弩要小心 班蘭斯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道騰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戰錘兵出了一百零七隻 重裝騎士出了九十九 強弩六十一 全能型的波蘭不騎攻全出 那班蘭斯這邊還是只能靠騎兵作為主力 這邊要轉出大象弓兵的話 成型要花上非常多的黃金 肉也是 但是前行投資太多的重裝駱駝 去騷擾道特 道特這邊守租之後 來一波反打順利的擊殺掉了 中間的所有的種田的村民 經濟直接反轉過去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道特拿下比賽的勝利 食物稍微輸了一下驅逐人 因為這一把道特獅頭一個全能型 肉不需要這麼多 那黃金部分還是贏了一些 但勝物是輸了 石頭贏了大概1000多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